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朝远的农妇却在田里干农活时 被警察抓走并被活活打死了 他的名字叫赵金华 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功 1999年9月27日被抓走 10月7日被打死 警察们一边打一边问赵金华还练不练了 他至死都说练 就这样 当局开始全面镇压的两个月后 第一起法轮功学员 因为不放弃修炼而被打死的事件 就在山东这个宁静的小城发生了 镇压的升级是很快的 最开始的案例是街道办事处和警察合伙 向练功群众交水 两个月以后就发展到有人因为不放弃炼法轮功而被活活打死 从那以后被迫害致死的消息就没断过 虽然如此 学员们还是认为这是因为国家对我们有误解 只要让他们知道法轮功是好的 他们就能够改变当初的错误决定 那一段时间 明慧网上刊登了许多法轮功学员到北京请愿的事迹 镇压法轮功以后 当局为避免大量的法轮功学员上访 严格监控了所有进入北京城的交通工具 有些地区甚至必须骂一声法轮功或李洪志先生才可以上车 为了绕开关卡 许多法轮功学员步行 或是骑自行车 穿山越岭赶赴北京 一名吉林白山的妇女 在坐车去北京申树的时候 被警察劫在了辽宁 并被没收了所有的财物 她孤身一人 逃出警察局 从漫天风雪的塞外 沿路要饭 走到了北京 一个农民在被北京的警察盘问时 打开自己的包袱 将几双穿烂的布鞋送到警察面前 说 我走了这么远才到这儿 就为了说一句心理话 法轮功好 政府错了 可是 当这些善良的人们千辛万苦来到北京之后 他们发现 信访局变成了公安局 等待他们的不是听取意见的官员 而是全国各地的警察 上访学员被殴打 强行遣返 巨额罚款 许多人被投入监狱或劳教所 迫害还在加剧 陆陆续续的 从全国各地的劳教所和拘留所 传出了类似的消息 江泽民对全国公安系统发布了密令 对法轮功要经济上搞垮 名誉上搞臭 肉体上消灭 而且规定劳教所警察的奖金 升迁 政绩等等个人利益 要和被关押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比例 紧密联系 这样的规定听起来也许似曾相识 因为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在中国社会上普遍实施的一切 与经济和政治利益挂钩的管理制度 可是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是 对于劳教所里的一些警察来说 江泽民的指令 各级官员层层施加的政治压力 再加上利益的诱惑 一下子就冲毁了他们做人的最基本的良知底线 这些头戴国灰的人民警察 在为所欲为 甚至草菅人命的时候 所需要的唯一搪塞自己良心的理由 就是这是上面的命令 于是越来越多的法轮功学员 受到了惨无人道的迫害 有些学员在被公安拘押一小时内便死亡 有些是在经历数月生不如死的痛苦之后死去 有的被浸泡在水牢的污水中 达数月之后死亡 有的则被公安拖洒汽油放火活活烧死 有些学员被长时间奠击生殖器官 还有些法轮功女学员被强奸 甚至毒打致死 2000年2月 一位山东围坊的59岁退休工人 在街上行走时 被接到办事处抓走 因为他不愿意放弃修炼法轮功 而被活活打死 他的名字叫陈子秀 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从围坊发来的消息 暴怒的地方干部用高压电棍和紧棍殴打他 电击他 还让他赤脚在雪地里跑 据目击这一事件的人说 两天的折磨使他的腿严重遇伤 他的短短的黑发上沾着脑和血 他在外面爬 呕吐并因虚脱而昏倒 他再也没有恢复之举 于2000年2月21日去世 而将陈子秀活活打死的凶手们 不但没有得到任何惩罚 反而因此而很快得到奖励和升迁 其中唯仿市城关接班的邓平 由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 高新宫被评为先进和模范 所有的人一进牢教所 就是到调遣处 一进门听到的头两个字就是低头 然后第二个声音就是电关的 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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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的声音 变形就是说成了家常变范 我看到的 就是说未婚的女法轮功学员 被绑在椅子上 而且是用四五个标情大喊 垫她的音部 垫她的头部 垫到她大小便湿尽 人昏迷过去 很长时间醒不过来 还有老太太 五十多岁的学员了 来了以后就强迫你写保证 不写是吧 不写四五个警察 把她的衣服脱光了 踩在地上 拿架子四五根电棍点她 电的那个电流太大了 她不由自主就往起蹦了 他们四五个警察拿脚踩着她 她都往起蹦 垫完了前面 翻过去垫后面 就像烙烧饼一样 浑身 都是一个一个圆的黑的胶的 曾经有一次就是打我嘛 先是打 打得浑身都伤了 然后再把人绑起来 腿脚绑在一起 手绑在后面 再把脖子和腿再折起来 绑在一起 塞到床底下去 我再往下压 那个时候我根本喘气都喘不上来 就是几乎就窒息 而死 而且那个腰几乎就断了 另外一个法轮功学员就被这样 她之后她就变得残废了 2000年6月19日 北京工商大学32岁的青年女教师赵新 因为清晨到紫竹院公园练功 被非法抓捕 并被关押在北京海念公安分局看守所 她被公安暴力殴打 称颈椎粉碎性骨折 从此全身瘫痕 从此全身瘫痪 左眼失明 在经历六个月极度痛苦后 于2000年12月11日晚去世 陈成勇 广州法轮功学员 2001年7月被迫害致死 其姐也因修炼法轮功被叛劳教两年 其父在双重打击下悲愤而死 陈成勇在澳大利亚的妻子戴志珍 和年幼的女儿艰难度日 我记得那天很清楚 那个去年7月26号 我跟一个学员住黎明 大概早上7点到8点吧 他跟我说 他说小蛋你过来看一下 我跑了 我在电脑面前 我都傻了 我看到 我不敢相信 我当时整个人都在掺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然后我回过头来看个法轮 因为法轮功他跟他爸爸一模一样 我从他那里可以看到我丈夫 我整个人都 我心都碎了 世间总得有一个理吧 总得有一个正的理吧 做人也得有一个正确的标准 社会也得有一个正确的道德标准 这一切在这个过程中都被颠倒了 所以说整个的这个 针对法轮功的迫害 已经不简简单单的是 破坏我们的修炼的事情了 他是在迫害 是在摧毁一个人的最基本的 善良的人性准则 有的人转化之后 真的是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人家精神就不正常了 我觉得我能理解这种状态啊 他们真的是 他心里边解脱不了这一切 明知道这个法是正的 是多么好 他是去被逼着转化这样 从1999年的那个夏天开始 在中国几乎所有公开坚持修炼法轮功的学员 都经历了强制性洗脑 精神折磨 或是被劳教 判刑 甚至酷刑致死 他们的亲朋好友也因此受到牵连 在这空前的残酷面前 是放弃还是坚持信仰 在那些暗无天日的日子里 没有人知道有多少法轮功学员 时刻面对着这个生死抉择 但是历史却毫无遗漏的见证起 1999年10月28日 镇压开始的三个月之后 约30位法轮功学员冒着被抓捕的危险 绕过严密监视 在北京举行了一次紧急新闻发布会 他们向在场的外国记者 讲述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的情况 和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残酷迫害的事实 是全世界的人第一次听到了 重重封锁后面中国法轮功学员的心声 而参加新闻发布会的学员当中 绝大多数已经被判刑或劳教 丁岩和蔡盈桃已经被迫害致死 1999年10月 几百名法轮功修炼者 在天安门举起了 写有法轮大法和真善忍的横幅 告诉世人 他们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 在那之后的几年中 几乎每天都有学员 用这种最平和的方式 表达自己的心声 有时几个人 有时几百人 甚至上千人